客家人 客家饭 想必很多网友对这些厨艺都不会感到陌生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阿诚 今天呢我就来到广西客州客家地区 探访一座坎称广西第一围的江南主建城 是由原来的客州将棋客家围乌 后来赶称客州客家围乌 听起来名气可不小啊 走 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参观吧 客州将棋客家围乌 未有广西客州市八部七连堂镇 拜围乌有江海清的父亲江平泰奇 叫又青恐龙末年 为广西客州市八部七连堂镇 后游围乌地造者江海清抗匠 又清冈苏十一年 一八八五年转成 围乌卷入结构市 四郎六重 以正文纪上堂为中球线 对称布局 坐东北朝西南 占地面积有两十多亩 有四旁九厅 十八个天井 巷房一百三十二家 莫平卷有围墙筑成小院 两者卷有两座斗门 是一座标准的九厅十八景客家特色古卷筑 据说啊 在整个港西古卷筑之中 以规模最大 历史悠久 通过柳游把客家文化元素组合在一起 打造一个独特的江南主京城 吸引了很多好奇的游客前往参观欣赏 感受客家文化的博大精轻 这里干用整是客家啊 原文的哦 我们看看都用过哪家啊 那个叫 茶昂 水服 海桃福包 我要叫我请这么多啊 那么客州的客家园又是从何处签到处处呢 既数料记载啊 客州客家园约有四十八万 占客州总员口的百分之二十 幼民末青车 清代中旗 清末分三处处步从广东梅州 杰西 河园等地迁入 这座回屋的原家就是从梅州五法迁到这里的 既将军出土俱在 清道光年干 1782年 即1850年 先祖江海清的爷爷为了躲避啊 带着一家老嫂 逃难来到港西客校留生 江海清的父亲江婷太 把房占在连堂镇一冲冲 也就是这座客家围屋的北面那栋老房主 垂着眼口珍藏 原来的老房主紧得有些拥挤 又清江苏十一年 1885年 江海清在锦南干大捷中营正宫警测 普升为三品朝官 受赏纪额百人 又是便出钱请来工匠维修抗匠老房 在老房东南面另卷新房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座规模最大的清代客家民宅 也是客家园前途的历史见证 具有重要的历史保护价值 在鼎盛时期 这座围屋有五十多户四百多元寄住 见证了客家寄族而记的传统 也见证了客家园和室相处的家风 在2019年10月 荷州将棋客家围屋被列入第八批全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好了 我是住驾游的阿诚 如果你们家乡有规模这么大的客家围屋 欢迎下方给订阅告诉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